主料,排骨300克,白萝卜300克,主料,油,盐,香葱,香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排骨洗干净切成小块,萝卜制品后,切成块,香葱少许切成末,将切片备用,锅内放水烧开后,倒入洗净的排骨,抽纸便把捞出量感,锅内倒少许油烧热, 放入浆片炒香,倒入超过的排骨热微翻炒,加烧去料酒去腥味,倒入多余排骨三至四倍的水,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,炖一个半小时,排骨即可酥辣,炖至一个小时左右,放入萝卜继续煮,放萝卜这一步我忘记开了,约半小时后,就可撒烧香葱末,调味出锅,烹饪技巧,萝卜排骨汤简单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